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本案依然留下最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 当年那个15岁少女是被水杀害 如尸并藏在厕所内的 高婷于1989年3月出生于林树县的一个商人家庭 2005年时 林树县还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县城 案发时 她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 经营着一家机械公司 这是林树县的明星单位 当地人说 员工进去后吃喝不愁 她父亲也是林仪式人大代表 高家有两个孩子 高婷还有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姐姐高兰 当时在外地上学 2004年9月 高婷进入林树县第二中学的新校去读书 这是一所寄宿室公立高中 有很多学生住校 由于高婷家离学校很近 所以她是走读生 每天往返学校和家之间 在朋友的记忆中 高婷高1米6 身材苗条 圆脸 留着到耳下的直发 她是单眼皮 长长的眉毛连在一起 令她的长相有几分特别 当年25班的校友回忆 高婷在学校是出了名的美女 走过25班教室时 男生都纷纷看她 高婷在姐姐的记忆中多才多艺 会弹钢琴 唱歌也好听 2004年国庆期间还在学校舞台上合唱了国歌 同学描述她平日里总是乐观 开朗 喜欢帮助他人 朋友很多 2004年11月23日 高一班级文理分班 分成28个班级 高婷被分入20班 班主任是福林志 高婷担任20班的文娱委员 她在班里的成绩中等偏上 高婷的若干同学提到 高婷从2004年暑假开始 和25班的男生王小龙谈恋爱 开始是王小龙追求高婷 后来高婷接受了她 总之 15岁的高婷是一个漂亮 开朗 喜欢唱歌 偶尔会因为感情问题烦恼的少女 她每天从家庭到学校两点一线 过着一个普通高中生的生活 但在2005年1月10日 那个周一的清晨 她却莫名失踪了 1月9日星期天晚上 高婷的好朋友 隔壁高一二十二晚的王燕 在高婷家留宿 1月10日星期一早晨 高婷和王燕两人睡过头了 被高婷的父亲叫起床 两个女孩匆忙穿衣服 简单洗漱 没来得及吃早餐 就在6点左右出了门 在林树 1月隆冬的清晨 天色依然是漆黑的 一路上也没有路灯 高婷坐在车后座 王燕骑着自行车 向学校的方向驶去 一路上两人睡衣朦胧 几乎没有交谈 也没有意见其他同学 学校规定不能骑车进校园 于是两个女孩在校门口下了自行车 走入校园 学校在每周一早晨6点15分举行升国旗仪式 体现两分钟打击和铃 王燕记得他们刚进校门口时 学校早操集合的铃声刚好响了 确定了这时是6点13分 王燕经过门卫视 向北侧朝东拐去停放自行车 当时已经有不少住校的同学 从水泥路尽头的教学楼上下来集合 男生宿舍也在这栋楼 王燕催促高婷快点 高婷伸手从自行车车框里 把他自己的两本课本和钱包拿了出来 独自朝教学楼走去 高婷由于那几天在生病 班主任弗林志曾对他说 如果不舒服可以不出早操 王燕推着自行车朝北走了十多不远 突然想让高婷帮他把课本一起带去教室 他就可以直接去操场参加升旗仪式了 但当他扭过头找高婷时 却没有在身后那条通向教学楼的水泥路上看到他 由于当时赶时间 王燕内心焦急 推车子继续朝东走 把解码牌自行车 停放在离水泥路有十多米远的停车处 他锁上自行车后便带着自己的课本去参加升旗仪式了 等到早自习结束后 王燕没有再去找高婷 而是骑车回自己家吃了早饭 高婷每天中午都会回工厂的家属院吃饭 但周一中午 工厂的员工却告诉高富 高婷没有回家吃饭 他打电话询问妻子 得知女儿也没有打电话回家 当时他的司机想去学校接高婷 高富想想说算了 另一边中午放学后 王燕在停自行车的地方等高婷 却遇到高婷的同班同学尹某说 高婷一上午都没来 连早自习都没上 这让王燕觉得十分纳闷 但他也没有多想 下午上课前 他用学校的公用电话给高婷家打电话 电话通了但没有人接 王燕当时猜想 或许是高婷妈妈带他去看病了吧 晚上放晚自习后 王燕又朝高婷的班级忘了一眼 依然没有看见自己的好朋友 便独自回家了 高富按照惯例 在女儿每日到家的时间点热好了牛奶 可到9点40分也没见高婷进门 他有些担心 便立刻走去学校里找人 等他到学校一看 学生早已都放学了 他跟随值班老师一同前往宿舍打听 才得知高婷一天都没去上课 高富非常着急 想向高婷的班主任弗林志了解情况 可是弗林志当时并不在校园内的教师宿舍 或许是因为没开机 或许是不接听 手机也打不通 高富又和学校领导找到弗林志的哥哥 也是该校的一位主任 但他哥哥也说联系不上 高富同高母又去高婷相熟的同学家里打听 大家都表示当天没见过高婷 高富在第二天 即1月11日早上5点多又赶去学校 可女儿依然没有出现 直到7点多 她才在办公室里见到了班主任 班主任表示昨晚去她对象那里睡觉了 那天上午高婷母亲也找到了王燕 王燕这才得知高婷已经有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 高富当天晚上便找到公安局副局长刘欣报案 他当时最大的怀疑是女儿可能被人绑架了 或者遭到商业对手的报复 警方对此非常重视 立刻到学校进行了地毯式搜查 据说把学校老师的床底都翻了遍 高婷的父母 家里的新级朋友 厂里的员工全都出动 在林树和山东省其他各地寻找高婷 爱女新界的高婷父亲出资30万寻找女儿 这笔钱在2005年的小县城是一笔巨款 引发全社会议论 警方在调查时 大部分同学老师都显得很茫然 不知道高婷身上发生了什么 毕竟当时是高一第一学期 且一个月前分过一次班 相互不太熟悉 但高婷所在20班的班长王胖明 和班主任弗林志告诉警方 高婷在谈恋爱 爱上网 网友和比友都有很多 十有八九是私自离家外出 可高婷失踪后 父母检查了他的房间 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过 没有一丝离家出走的迹象 2005年2月11日是大年初三 正值寒假 下午两点不到 林树二中素管科的清洁工 李真梅在教学楼西侧打扫卫生 李真梅说 学生放假前把枕头里的倒骨等 扔得洗涮间里到处都是 于是他和另一个清洁工 李真华商量了个省力的方法 先有他把垃圾推到洗涮间里面的厕所 再有木仙把垃圾从厕所的东窗翻到外边楼下 第二天再有李真华在一楼打扫干净 每层楼的洗涮间不分男女 有两部分组成 外面的水房没有门 里面有五个水池 供住在教学楼内男生宿舍的学生早晚洗漱 也供男生女生打扫教学楼时洗拖板 内间有六个蹲坑的厕所 自从2004年初冬开始就被锁起来了 校方说锁的原因是水上不来 气味太大 自那以后 所有学生要大小便都得走出教学楼 去校园西北角的一个公共厕所 李真卫当时想使用的东窗 就位于被锁起来的厕所内 当他打扫至三楼 想打开挂锁时 却试了三把对应的钥匙都不行 他去找了扳手和钳子 硬把这个挂锁撬开 门打开 赫然发现一具尸体 趴在最靠北的那个便池位置 露出两条小腿 没穿裤子和鞋子 李真卫称看见腿 就立刻跑出去报告值班老师 老师报警后 警察赶到学校 确认死者是失踪了一个月零三天的高一女生高婷 警方开始怀疑 与厕所一屋之隔的高婷同班男生宿舍 是第一案发现场 于是 他们在发现尸体当晚 就传唤了四个该宿舍的男同学 杨湘玲 李大斌 宋文思和张涛 他们在九点多传唤了杨湘玲 杨湘玲因为脚冻伤 一月十日早上没有参加升起仪式和跑操 高婷刚失踪的时候 警方便询问过他 他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这回发现尸体后再询问 他有了截然不同的供述 在他记忆中 当时只有他和王胖民在宿舍 在那天他叠被子时 听见几声越来越高 越来越惨的尖叫 以及一句 你要干什么 由于他记得当时已经开始跑操 所以把时间定在六点二十分 尖叫持续两分钟左右 王胖民先披上外套跑出去看 杨湘玲因为鞋子不好穿 跟在后面 等他出去后 看到喜山间门口站着两个男的 王胖民在距离他们半米处 和他们有说有笑 对于那两个男子 他描述 一高一矮 高的有1.72米 矮的1.68米 因为当时天色很黑 走廊没有亮灯 而且他距离他们还有一定距离 所以他开始说不认识 后来又说没看清他们是谁 也说自己因为不喜欢王胖民这个人 所以没有问过他 之后 他和王胖民回到宿舍 整理了两到五分钟后 出来 锁了宿舍门 从最近的楼梯下去 二楼教室 并在二楼楼梯口 遇到24班的班长张志超 他描述当时张志超只穿了件毛衣 从他所住的 对着楼梯的二楼大宿舍里走出来 杨湘玲还说 当时王胖民和张志超打了招呼 问他听见尖叫没 张志超回答听着了 我想是在上楼下头 碰见他一下 你们有说什么吗 打了个招呼吧 也是 这里提一下 张志超和杨湘玲是初中同学 两人认识 当年张志超身高在1米8以上 200斤体重 与杨湘玲提到的两个人体型相距甚远 杨湘玲的证词 间接否定了张志超是门口两男子之一 对于1月10日早上的情形 王胖民的版本和杨湘玲说的不太一样 王胖民说因为自己胖 所以自从分班后从不跑操 当天宿舍里只有他和杨湘玲 他估计在早晨6点23分左右 听到外面传来尖叫 他立刻起床跑出宿舍 这中间也就两分钟 他看到洗涮间门口站着两个人 是高一13班的班长张志超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王胖民问张志超在干什么 张志超说没干什么 王胖民声称 自己朝洗涮间内看了一下 内间厕所门关着 外面没看见什么 便问他们 刚刚是谁喊的 他俩一会儿说有女鬼 一会儿又说有美女 便对他说 没什么事 把他打发走了 而这时杨湘玲也走过来了 王胖民便和杨湘玲一起回宿舍 收拾了一下 锁门出来上课 当时那两个男子 已经不在洗涮间门口了 王胖民还说 在当天中午开班长会时 又遇到张志超 便问他早上在洗涮间门口做什么 张志超回答 他是在和自己的女朋友闹着玩 并表示过两天买糖给他吃 意图笼络他 王胖民虽然和杨湘玲描述的场景相似 但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张志超 并且后来又从全校男生免关照片中 指认出另一个是张志超的好友 王广超 所以侦查经过是这么写的 专案组清楚 尸体被发现时 学校里正放寒假 侦破工作是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而杨湘玲和王胖民两人 同样反映出尖叫和呼喊声音 就是在洗涮间附近 至于尸体在洗涮间被发现的客观事实 是完全吻合的 由于王胖民的证词 2005年2月12日 即大年初四凌晨1点 张志超被一群警察 从家中床上叫醒带去警局 他从此再没有回家 直到15年后 同一天中午 王广超在家煎饺子时 突然进来四个公安 把他也带去了警局 在被带走30多个小时后 张志超于2月13日上午 承认自己强奸杀人 藏尸监视等行为 当天傍晚6点 张志超因涉嫌强奸罪 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 王广超随后也公认 他在1月10日早上爬完操后 也就是6点35分 曾在楼梯上遇见张志超 应张志超的要求 看守洗涮间门口 又替张志超保守秘密 2005年2月13日 林树县公安局 以涉嫌包庇罪 决定对王广超取保候审 入干年后 张志超在接受 今日说法节目的采访时 回忆到他在警局中 遭到刑讯逼供 张志超还说过 比如说女孩穿什么衣服 我说白色 警察就用鞋底抽我的脸 我再说其他颜色 说不对就接着抽我 直接打到我说对为止 我如果说记不清了 警察就会说 张志超 我有办法让你记起来 就打我 王广超也说 自己遭到了刑讯逼供 他的证词 都是在侦察员的引导下说出的 打得急了之后 就是像当时那个语文造句一样 调调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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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给你列好 车里边填死 后来口误 特别是我自己说的 但是都是被他们 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我说我不知道 当时就是你没打我 我才说的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不老实 可以就把你收监 但是 根据在审判决书上的信息 当年询问他的几个侦察员 全部否认存在刑讯 根据我们对王广超的采访 当年的审讯过程 给他的个人感受是 警方一开始想指控 他和张志超 共同强奸杀人 但王广超很肯定 自己参加了升起跑操 并让侦察人员 去和班主任 以及同学求证 侦察人员很可能是去求证了 因为他们后来 要求王广超叙述的故事中 变成王广超参加完跑操 回到楼上才撞见完成了 杀人藏事的张志超 并替他看守洗顺肩 于是王广超侥幸 从从犯变成了包庇 不过 侦察人员不知是没有发现 还是有意忽略 一旦认定王广超参加了跑操 意味着他回到教学楼 至少在6点32分 但是根据王胖明和杨湘灵的证词 他们在6点15到6点20多 就已经遇到了这两名男子 并看见他们离开 这个时间线压根就对不上 那有没有可能是杨湘灵和王胖明 把6点30分以后的试 继承跑操期间的呢 在一个时间被集合 升旗 跑操 早自习 无缝隙划分的分秒必争的早晨 这种差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杨湘灵和王胖明都说 自己在前往教室时 跑操还没有结束 另一个问题是 王广超跑完操后 不管要回宿舍还是去教室 都不可能出现在西侧楼梯 因为升旗在教学楼前 跑完操回到教学楼前的东部集合 王广超的教室也在三楼东面 他要回教室得从东部楼梯走 他宿舍在六楼顶楼 也得从中间或者东侧楼梯走 为了给王广超找一个 去西侧绕一大圈的理由 在2月28日 王广超的证词改为 跑完早操 我又去操场西北角的厕所去解手 解完手 我走西楼楼梯 往往三楼的教室走 这么一改 他确实有了走西侧楼梯的理由 但时间就更对不上了 他跑完操 绕一大圈 解完手后回到教学楼 就更不可能遇到 跑操期间就进入教室等自习的 王胖明和杨湘林 可惜的是 王广超时间线上 这么明显和严重的漏洞 当时都没有人在意 那么张志超时间线上的诸多疑点 和其他证词漏洞得不到重视 也是毫不足其的了 最终 林一市中院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 王广超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警方没有在案发现场和尸体上 提取到任何张志超的毛发 指纹 金斑 脱落细胞等 依据主要是王胖明的证词 以及张志超和王广超的口供 不过张王两人都没有上诉 据王广超说 他当时并不知道王胖明的证词 才是导致自己被抓的关键 他多年来心里一直是怨恨张志超的 他认为张志超犯了事 干嘛把无辜的自己牵连进来 以致被驱打成招 出来后 他根本不敢去找任何人说理 这样心态的王广超 当然不可能去多事上诉 至于张志超 在一篇《张志超案基本案情及证据梳理》中 提到了他为何不上诉 张志超说 他曾经告诉前来询问他的检察官 自己是被打承认的 可是 就在他向检察官翻供的当晚 曾提审他的公安局刑警 将他从看守所提出 再次抽耳光 用电棍电机 对他说 你找谁都没用 最后还是我们查 这让刚满16周岁 不懂司法程序的张志超认为 检察官跟公安也是一伙的 到了庭审时 公诉人正是当初询问自己的那位检察官 让张志超不寒而栗 因为是不公开审理 没有一位情人参与旁听 他在法庭上不敢翻供说出实情 他认为自己翻供也没用 只会再次被毒打 他也不知道上诉是怎么回事 认为上诉也没用 张志超进了少管所 后转去资博一间成人监狱 张母一直不相信儿子会杀人 每次问起此事 张志超只是哭 让妈妈不要问了 后来他在服刑期间自学了不少法律 才想明白自己的处境 他看到母亲一天天老去 不希望家人再和自己一起受委屈 于是在2011年春天 他终于和母亲说出了那句话 他不想再被黑锅了 希望母亲帮他请一位律师 张母对儿子说出实情十分激动 立刻开始用各种方法上诉喊冤 但屡屡失败 2014年 他找到大宇律师事务所的李逊律师 会有李逊和王殿学两位律师免费代理此案 他母亲过来找我的时候 就在说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2016年案件终于出现转机 最高院通过远程街坊系统了解了本案案情 2017年5月 最高院立案审查张志超案 同年10月下达再审决定书 指令山东省高院组成何一庭再审此案 2018年 公安部做出的1572号证物鉴定书 重新鉴定了受害人口腔分泌物 阴道分泌物和身上的可疑血迹等样本 全部为检查出张志超的DNA 2019年12月 山东省高院在自博士中院再审开庭 2020年1月13日 在山东省检察院的无罪建议下 山东省人民高级法院 对本案做出再审宣判 改判张志超和王广超无罪 但是至今网上还有不少人认为张志超就是真凶 宣判无罪只是一罪从无而已 高家在这个案子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富的事业一落千丈 毕与前几年去世 高婷姐姐认为 这一切都是因为妹妹的事 给父亲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张志超付出了15年的青春 王广超的命运也被改变 本是树里花尖子生的她 因为包庇罪而不得不辍学 现在是一个货车司机 但真正杀害高婷的凶手 却很可能在15年后依然逍遥法外 高婷母亲曾说 他能没有我吧 你说 给我找出真凶的 给我一个交代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整理证据 收集线索 讨论本案的种种疑点 喜欢我们的原创视频的话 请关注评论点赞哦 感谢您的支持